记性地活着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作者 朱光潜 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 你对于烦恼当有不懈的看待 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 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法 我劝你多打网球 多弹钢琴 多摘花木 多搬砖弄瓦 假如你不喜欢这玩意儿 你就弹弹笑笑 跑跑跳跳 也是好的 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 是一种病态 一般人欢喜谈旋 你说烦恼 它便从哲学词典里 突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 唐灾黄灾的字样来蓄你的病由 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旷位 我只觉得幽来无方 不但人末之失 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 我也接威领过哲学家的教训 在心系和平时 我敬仰希腊狼下派哲学者 相信人生 当皈依自然 不当垂有 称己贪恋 我敬仰 托尔斯泰 相信人生之美 在幼与爱 我敬仰布朗宁 相信世间 有丑才能有美 不完全 乃真完全 然而 拜广偶来 心波利勇 拿天大的哲学 也抵挡不住 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 但是青年们 有几个修养到 不动心的地步呢 从前长辈们 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 向我说法 他们说 像我这样一个青年 应该活活泼泼的 不应该默契沉沉的 应该努力做学问 不应该把自己的优乐 放在心头 谢谢吧 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计 将来换烦恼的人还多呢 朋友 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 要征服自然 只得服从自然 违反自然 烦恼才程序而入 要排解烦闷 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 有机会发泄 人生来好动 好发展 好创造 能动 能发展 能创造 便是顺从自然 便能享受快乐 不动 不发展 不创造 便是摧残生机 便不免感觉烦恼 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 就可以见出 我们感觉快乐时说 舒畅 感觉不快乐时说 郁郁 这两个字样 可以用作形容词 也可以用作动词 用作形容词时 他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 用作动词时 我们可以说 他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 你感觉烦恼 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 你要想快乐 需得使你的生机 能舒畅 能宣泄 流行语中 又有 闲愁的字样 闲人大半 异于发愁 就因为闲时 生机静止 而不舒畅 青年人比老年人 异于发愁些 因为青年人的生机 比较强旺 小孩子们的生机 也很强旺 然而 不知道愁苦 因为 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 所以 他们的生机 不至于被抑郁 小孩子们 偶尔不很乐意 便放声大哭 哭过了 气就消去 成人们感觉 烦恼时 也还要拘礼节 哪能由你 放声大哭呢 黄连苦在心头 所以 欲绝其苦 歌德少使 因失恋 而想自杀 进而 他的文机动了 埋头两礼拜 铸成一部 少年维特之烦恼 书成了 他的气也泄了 自杀的念头 也打消了 你发愁时 并不一定要著书 你就读几篇哀歌 听一幕悲剧 借酒消愁 也可以大唱胸怀 从前 我很疑惑 何以剧情欲悲 而读之欲绝其快意 近来 才误得这个谢 以欲的道理 总之 愁生于意 解愁的方法在谢 欲由于静止 求谢的方法在动 从前 儒家讲心性的话 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 都很粗疏 只有孟子的尽性 一个主张 含义非常深光 一切道德学说 都不免肤浅 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 如果把尽性两字 懂得透彻 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 生活方法也就在此 人性固然是复杂的 可是人是动物 基本性不外乎动 从动的中间 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 这个道理 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 从前 我住在家里 自己的书房 总喜欢自己打扫 每看到书籍凌乱 灰尘满地 你亲自去撒扫一过 煞时间 混浊的世界 变成 明窗几净 此时悠然就坐 游牧聘怀 乃觉 有不可言喻的快味 再比方 你自己是欢喜 打网球的 当你起劲打球时 你还记得天际间 有所谓烦恼吗 你大约记得 近人陶侃的故事 他老来罢官闲居 找不得试作 便去搬砖 尘间把一百块砖 由斋里搬到斋外 木间把一百块砖 由斋外搬到斋里 人问其故 他说 物方智力中原 故耳忧异 恐不堪事 他又常对人说 大与圣人 乃兮寸金 至于众人 当兮分音 其实 吸音何必要搬砖 不过 他老先生还很茁壮 借这个玩意儿 多活动活动 免得抑郁无聊罢了 朋友 闲愁最苦 愁来愁去 人生还是那么样 一个人生 世界也还是那么样 一个世界 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 你对于烦恼 当有不懈的看待 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 你对于烦恼 当有不值得的看待 我劝你 多打网球 多弹钢琴 多摘花木 多搬砖弄瓦 假如你不喜欢这玩意儿 你就谈谈笑笑 跑跑跳跳 也是好的 就在此祝您 谈谈笑笑 跑跑跳跳